該管政府今年推出進行五倍更挑戰的瓦檔 24號基盤頒獎集家會 由管理王長良派發第一大眾青油庭 讓行為得出 第一大眾計台超過500萬的冷房清豪宅 因為當中人沒有保留發表 無法以瓦檔的規定來換種 王長良說明管府已經和管政單位達成共識 決定保留未來的辦理模式 或是瓦檔的中央 民眾以往有機會挑戰清豪宅 整個的紓困跟振興 那今年的以病毒共存 還是需要振興跟紓困 那嘉義縣政府大概也整個開會討論 大概也編列了7200多萬 我們希望能夠再做下一波的紓困跟振興方案 那當然最主要還是針對油業 那我們希望大家多多來嘉義旅遊 那當然還有很多涉及到租金的減免的部分 我們都會來做 最大獎是青豪宅500萬 那這次因為我們的規定裡面就是你抽到的 必須要把你的實體花票能夠拿出來 那非常遺憾 這位得獎者 他沒有辦法把他的實體花票拿出來 按照規定 我們沒有辦法讓他領這個獎 那這樣的一個房子的部分 那我們跟提供的公司洽談 他們也願意再度的把這個獎項留下來 那在未來的嘉義的相關辦各種購物節的時候 能夠作為抽獎的獎品 遊艇的行運得主是客戶的老成男主 有必要代替他爭來領主 後來他請他轉達 未來可就相關的政調了喔 他要怎麼塞到這台紋了 再到管女兒再會出一桌 本來他要來嘛 他就多做樣都不能啦 這個要考證照了對不對 要喔 要考證照 改天你有機會他說 如果有福氣 再現場 要在翁縣長 如果嘉義報到港我簽就好 但如果要去台南 不要去拜託方位置 管副表是 嘉義官好康嘉義 等你來嘉義的求求多多年已經結束 也邀請各地的UK 繼續來嘉義官消費 作為優散、鬆水、吃美食 既然黃沛嘉義官蔡英博德